若实学者未能破乡 什么叫破乡呢 知道念念不可得就破乡 吉祥离祥 他不指出了 六根在六成境界里头 他心底清净 没有起心 没有懂念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叫理想 这不是我们初学的人 初学的人做不到 所以为理想呢 但能一向专制 这里头最重要就是专制 我们一向不要紧 用妄想可以 只要你专到极处 专念阿弥陀佛 你看本经 修行宗旨 八个字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那个一向专念 就是此地家的一向专念 你这一 依靠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的想 依靠极乐世界的想 念念 只求极乐世界 只求阿弥陀佛 这就对了 决定往生 要紧的 不要疑惑 决定不疑惑 你就决定得生 疑惑呢 也能够生 生到边地一层 就 何必要疑呢 能够完全不疑 那就是 这一步经 要真正用心去学习 都搞清楚 搞明白了 以后就没有了 没有一个不防身 遇到这个法门 那是过去身中 无量的善根 曾经供养 诸佛如来 得诸佛如来的加持 你才能遇得到 遇到之后 你能相信 你能够理解 你能够发心 发什么心 发心求生 极乐世界 到极乐世界 去做佛去 成佛之后 就道价慈航 再到这个世界 来度众生 那就不是到 这一个世界了 奢放祝福 无量 无量无边的插图 绝大多数 里面都有六道轮回 到六道的世界 都中生 到极乐世界 你就都见到了 在我们这个世界 在我们这个世界 业障深重 没法子 见不到 可是记住 前面经上说得很清楚 真正是 真正是 一句佛号 灭八十亿界 生死 中罪 这个一定不假 为什么我们 念佛的时候 没有这种效果 没有效果 如果是专制 我什么都不想了 我就想离开 这个世界 就想到极乐世界 那这个心 念佛 真的 一念 消八十亿界 孙世中罪 所以你到了极乐世界 那个罪业 也差不多都效尽 佛经上讲的话 句句都是真实的 绝没有一句是假话 佛是方便说 不是 佛句句是真实说 道哲大思思寅 这上面 四这个三行半 你看 安乐集上讲的 全是道哲大思说的 道哲词言 破开 祝福 迷藏 这一段开始 讲得太好了 执行 尽忠 心碎 黄念族 老居士 这两句 讲得非常恰当 确实 祝福 迷藏 尽忠 心碎 淡然 信受 奉献 异象 专制 老师 念旭 众位 立项 决定 往生 进度 我们如果想这一生 到极乐世界去 你就一教修仙 没有一个保皇室 这个经我们快讲完了 这一遍停下来 一年 这是一年多的时间 值得了 非常值得了 真的把西方极乐世界搞清楚 搞明白了 废去不可 对这个世界千万别再留您 要知道这个机会比什么都难得 真的要信守奉献 真正相信 完全接受 一教奉献 像安乐级上所说的 我们一厢专制 经上讲 极乐世界 一真装严 是想 关键 核心就在专制 专到极处 就要专制 专到极处 才真正教老师念佛 立象 那是大菩萨的事情 不是凡夫 舍法界里面的人都没有立象 舍法界你看 阿罗汉 皮之佛 菩萨跟舍法界的佛 都没有立象 立象是 法身菩萨 他们不住在舍法界 他们住在诸佛如来 石爆壮严土 那是立象的 舍法界以内的 通通通是 一厢专制 没有一个往生 决定往生进度 专制 一厢专制